我覺得最讚的就是 國父紀念館的主燈 玉琦棒 可能國父紀念館那個 機械兔吧 對 就因為主燈 對 蠻特別的 還有就一些 兔子一些造景的燈飾之類的 我會覺得主燈 然後連著 就是在國父紀念館 那個玉兔撞彩主燈 連著整個台北101 整個景致這樣拍過去 還蠻好看的 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你心目中最夯的燈飾是哪一個 主燈無疑是大家印象深刻的燈飾 由知名藝術家李敏道 創作出高達22公尺的科技兔 奧運金牌舉重選手郭信淳 透過臉部動作捕捉技術 結合數位科技特效及創新技術 深得民眾青睞 就是很科技 然後就是很五彩繽紛 然後感覺整個人心靈 獲得非常大的書房 很棒 桃園 請假過來的 為什麼會想要回來 台灣燈會在台北 一定要來啊 如果是想要拍人的話 就是有點像網美照那樣的話 我覺得國父紀念館周邊的一些光環境 都還不錯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那個兔子的主燈 因為就是它有燈光秀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每半小時一場 然後它就是會開始轉 然後有一些就是蠻有趣的特效這樣 對然後還有就是前面兩條蘿蔔燈的那個街道也很可愛 除了國父紀念館主燈 設置於松山文創園區的附燈 台北Together 可生這樣的沖氣吐偶 具有裸式3D效果的LED螢幕互動 也深受民眾喜愛 動影著觀眾一窺究竟的好奇心 台北市長蔣萬安也說 他與夫人最喜歡的就是這座附燈 我身後這個台北兔給樂 因為就是兔子很可愛 然後它是有結合有點像是3D動畫的效果 然後整個就是3D它有呈現一個整個兔子去送貨的故事 就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會有點驚豔於台灣動畫的技術 就是這麼的高超 對然後最後就是看到兔子生起來那一刻 也會覺得很驚豔這樣子 就是這個這個負燈 它會自己飄動 然後那有一個觸控式的 一揮它的球球就會跑上來 這蠻有吸引力的 蠻獨特的啦 台灣燈會進入最後倒數 除了主燈、副燈與四大展區 持續點亮城市外 舞台也持續有戲劇、舞蹈、音樂等多元展演 民眾可要把握機會欣賞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